右创記錄 二戰以來 巫軍戰機首次轟炸俄羅斯本土 以牙還牙 烏克蘭即將擁有自己的制導航空炸彈 美國導彈攔不住 又有三套S-300和S-400防空系統被摧毀 這國忍無可忍要退貨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冷戰情室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6月11日 俄乌戰爭進入第839天 重磅消息 烏克蘭戰機直接襲擊俄羅斯本土 這應當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英國天空新闻報道說 一架烏克蘭戰機於6月9日首次襲擊了俄羅斯境內比爾戈羅德市 目標是位於俄羅斯北方集團軍的一個指揮所 一個存放武器的倉庫也被擊中 次級爆炸和隨後的大火持續了數小時 這次襲擊的重要意義在於 這是UAF 烏克蘭空軍首次針對俄羅斯境內目標發射的空投彈藥 這是個標誌性的信號 更是打了俄羅斯國防部的老臉 因為俄羅斯國防部早在2022年2月24日 戰爭爆發當天就聲稱消滅了烏克蘭空軍 現在烏克蘭空軍怎麼又轟炸你俄羅斯本土了呢? 在過去兩年多 俄軍不斷空襲轟炸烏克蘭領土 如今烏克蘭戰機首次空襲俄羅斯領土 意義非凡 對等攻擊正在升級 可以確認的是 烏克蘭戰機之所以趕向俄羅斯本土投彈 還是因為最近海馬斯對比爾戈羅德一系列狂風暴雨的打擊 讓該州的S300、S400被打爆有關 只有進一步掃清這種防空系統的障礙 烏克蘭空軍才可能對俄本土進行轟炸 這至少證明 在烏軍判斷 比爾戈羅德的S300、S400都無法威脅到烏克蘭空軍的戰機了 至少暫時沒有這種系統可以威脅烏克蘭戰機 而最新的消息是 為了給F-16掃清外圍 烏克蘭又把克里米亞俄軍S300和S400給炸了 事實證明 S300和S400根本攔不住ATA CMS導彈 當地時間6月10日凌晨 位於克里米亞戰科伊地區的一套S400防空系統 以及切爾諾默爾斯基和耶夫帕托里亞的兩套S300防空系統 被烏軍使用ATA CMS導彈摧毀 早在4月份 烏軍就在戰科伊摧毀了S400 這次算是熟門熟路 著名的俄羅斯軍事博主Rybar稱 烏軍對克里米亞西北部至少發射了12枚ATA CMS導彈 烏軍在獲得ATA CMS導彈不足兩個月時間中 俄軍S400被打爆了7套 這讓正在談判中的伊拉克徹底放棄S400 轉而向韓國採購類似的防空系統 更悲催的是 ATA CMS在美國軍火庫中 飛彈不先進 還是即將要退役的玩意兒 而最先進的S400 連這個玩意兒都攔不住 還怎麼攔其他美軍的先進導彈呢? 雖然ATA CMS不便宜 一枚100多萬美元 但一套S400好幾億美元 而美國援助烏克蘭 可能上千枚ATA CMS 關鍵是俄羅斯 能有上千套S400嗎? 烏克蘭武裝部隊 航空司令部的航空主任 希爾蓋-哥盧布佐夫 最近向媒體透露了一個大消息 他說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重新裝備工作 基於普通自由落體炸彈 製造我們自己的製造航空炸彈 這涉及一些結構性細節 需要配備機翼、GPS模塊 以及控制模塊 幾週後 我們應該開始測試 第一批這些烏克蘭製造的炸彈 並很快運用於實戰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戰情勢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就 Lite 旁邊 有主要 ! 有空 有個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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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空 有空 可以